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6月26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 是美国的疫情的情况 那美国呢,自从他们重新开放之后呢 美国的确诊人数的日增量每一天都在增加 就是日增量每一天都在增加 原本呢,他们这开放就是不应该 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的话呢 他们远远没有达到重新开放的这个标准 他们在重新开放之前呢 他日增就是在一万八左右 一万五到一万八 那他重新开放以后呢 几乎每一天都在两万以上 一开始的时候啊 两万,然后一万八,还有到一万五 然后呢,后来就超过两万 两万三,两万五,两万八 后来就在三万上下 那前两天呢,他们都是有超过三万 尤其是这个川普再次超开他的竞选大会之后 他们这个日增量呢,都在三万以上 那昨天的时候呢,他的日增量达到了三万六千八百八十 这是达到美国在进入疫情以来 这是日增的最高值 好,这是星期三 那星期四的时候呢 他们再次刷新了这个记录 他星期四呢,就达到了四万 那今天我看了一下呢,仍然是在四万多 不断的在刷新这个记录 啊,我就发现呢,美国呀 他是听政客的 而中国呢,是听专家的 这是为什么他美国这个疫情老是控制不住 中国你看,这个疫情呢,红了一些专家 比如说钟南申啊 比如说李文宏啊 比如说张伯李啊 张伯李他虽然是一个中医的专家 但是呢,在这个疫情当中 他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他也成了一个在中国现在人人皆知的一个专家 他是一个中医 还有李兰军呢 对吧,一系列的专家 你看我们都是呢,耳熟能详的 就是因为呢,他们不断的出来 发表他们的专家意见 媒体呢,都把他们推到了 给出专家意见的第一线 然后呢,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呢 也都听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政府也是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适从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尤其是钟南申 就是这次抗疫的一个大统领 对不对 所以呢,中国这疫情能够得到控制 那北京呢,这次又出现着疫情呢 如果说按照美国的这种方式 那北京就会再次成为另一个疫情中心 又会成为另一个武汉 但是现在事实看来没有 专家已经公布了说 北京的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下一个周的时候呢 有望清零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啊 这个成就呢,我想呢 会让全世界啊,都很佩服 但是呢,同时也让美国的那政客呢 恨得牙根痒痒 他们就想看到中国倒霉 他们就想看到中国失控 但是呢,事实让他们失望了 那么美国呢 他在重新开放的时候 他的专家就跟那儿呼喊说 不能,现在远远没有到重新开放的时候 福奇啊,对吧 雷德菲尔德啊,这些有专家 他们的专家我们都说不上来几个 就是知道这个福奇 还有那个雷德菲尔德 那后来呢,他们基本上也不发言了 我也看不到他们 最近两天能看到他们呢 是因为在星期三的时候 他们又再次出席了 他们国会所组持的那个听证会 听证会呢 对川普政府这个抗议工作 进行了这个听证会 在这个听证会上 福奇和CDC主任雷德菲尔德 他们异口同声的就说 政府不听他们的 政府呢,完全走到了他们建议的反变 他们说呢,我们的测试远远不够 但是呢,政府就说 川普就说,我们的测试太多了 我跟他们讲,让他们slow down 这是这个川普 在他的那个进入疫情以来 第一次的大选集会上 大声跟他呼喊的 他让他们减少测试 你只有减少测试 我们的日增量才能降下来 我们的确诊人数才能降下来 这就是川普所希望的 你那个数字也许能降下来 但是,你那感染的人数能降下来吗 感染的人数是多少就是多少 不在于你检测还是不检测 对吧 那个事实它就是在那里 不管你检测不检测 只不过你要检测的话 你知道 你知道有谁感染了 有谁没感染 你要不检测你就不知道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美国的那些政客 其实也不光是川普啊 各个州也就是一样的 包括纽约州 包括这个新泽西州 他们的开放都还不到时候 其实 尽管开放之后呢 纽约州是下降的 现在呢 东部州 像纽约州啊 新泽西啊 他们是下降的 但是呢 西部 从这个华盛顿州啊 俄罗冈州啊 阿里加拿啊 卡利福尔尼啊 德克萨斯啊 福罗里达啊 这些州 全都在上升 有23个州都是在上升的 而且呢 上升的幅度很大 这才造成了 他们每一天感染人数增加的 比以前有多得多 以前他每一天如果增加到两万的话 就算多的了 但是现在超过了三万 现在又超过了四万 超过四万是一个什么概念 一天增加四万多的话 两天就是中国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确诊人数 因为中国所有的确诊人数也就八万多 他两天就赶上了中国 这段时间以来 所有的确诊人数 这个数字是相当庞大的 但是美国说 川普说 我们这次放开之后 就无论如何 我们再也不会搞这种居家隔离了 我们再也不会关闭了 再也不会了 今天我看到呢 就是他们那些疫情有所好转的那些州 比如说纽约州 新泽西州 还有一个叫Connecticut 那个州 他们这三个州推出来了一个政策 就是呢 如果你来自于其他的那些 疫情比较严重的那些州的话 你到这些州来 你必须得居家隔离14天 你必须居家隔离14天 如果你违反的话 就要对你们进行罚款 罚款从2000到5000到1万不等 如果你不居家隔离 就是说如果你传染了别人 造成了别人确诊的话 那要罚你意外 推出来这个政策 那这个政策呢 实际上也不是这个纽约州第一次推出来 当纽约州当初特别高的时候 佛罗里达曾经推出来这个政策 说如果你来自于纽约州的话 你要居家隔离 你要不居家隔离的话 我会罚你款 我不知道他执行的怎么样 佛罗里达其实他很松的 佛罗里达因为他有非常美丽的海滩 人们到佛罗里达都是去到海滩度假的 所以呢 他的海滩一直是开放的 很多人到海滩上去玩 其实这是为什么他的这个感染量越来越高 因为他那个海滩就是一个感染的场所 川普说了 川普说你这个政策是非人性化的 是非人性的一个政策 我不会遵守 我坚决反对 我也不会遵守 你看看他美国这个国家多么的奇葩呀 对吧 在中国如果说政府推出来一个政策 谁如果唱反调的话 然后我们的人民都会抨击他 平安不听 但是在美国 总统带头说我不会听 从一开始那些专家说你要戴口罩 然后川普说我不会听 我不戴口罩 傻子才戴口罩呢 戴口罩你们就是想搞一个政治正确 我不戴 你爱戴你戴我不戴 那不是我 总统带头唱反调 让这些专家非常无奈 福奇在听证会呢 他是说 说我求你们了 福奇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家里面 你不出门 你可以不戴口罩 只要是你出门 尤其是如果是参加那种大型的集会 就像某个人搞的那个大型集会 那种时候 你一定要戴口罩 他人说的某一个人就是指总统 就是指川普 川普搞的那个集会上 我看到那个视频里面 好多人都不戴口罩 在那集会开始之前 川普的那个工作团队 已经都有六个人 已经确诊了 后来又有两个人确诊 不对 好像之前有八个人确诊 后来又两个 一共十个 专家的话 川普带头不听 你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吗 还起诉中国 跟中国有关系吗 中国管得了自己的人 中国能管得了你们的人吗 对吧 中国 如果你授权 中国能管得了你的人的话 中国能管得了你这个傻叉总统吗 你傻叉总统带头 你还有的好吗 对吧 说到这儿就还有 这个川普在这段时间已经传过一家话了 很多言论都是笑话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傻叉 他们两个人好兄弟现在 数一数二的 第一是美国 第二就是巴西啊 美国昨天和今天 他的确诊量 认证增数都超过四万 而巴西呢 都接近四万 巴西好像星期三超过四万 星期四就是接近四万 三万九天多 但是之前巴西曾经还有五万多的呢 有一天呢 美国就是三万多 巴西就是五万多 加起来八万多 这哥儿啊 加起来 一天就是中国一共的确诊数 巴西的总统 他也是 专家的话根本就不听 专家说我们得封城 他说不能 绝对不封城 专家说不能集会 他说集会没关系 他说你们那些个踢球球赛 你们要复赛啊 你们要恢复比赛啊 没关系的 运动员们得了病也没关系 你们不会死的 这是他们总统说的话 在中国 习近平如果说这些傻话的话 中国哪一个官员说这样的傻话的话 得被老百姓给吃了 得被海外的这些恨国党们给吃了 海外的这些人 一天到晚的光盯着中国 你们怎么不看看美国呀 面对美国的这种局面 你们啥都不说了 真是奇怪 美国的四万多了 你们什么都不说 方方 对吧 怎么也不写个美国日记呢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